以色列坦克行驶废墟 加萨城市巷站 随着停火破局重新开打 以色列士兵持枪直户搜索 也怕生出鬼木的哈马斯 可能从地底窜出 地面站之余 加萨南部的甘油尼斯 开始炮声隆隆 炮火还摧毁一间面包店 没想到民众这之后 反而重返现场 只为了抢走剩下的食物 拿走面粉食用油 或是能取暖的柴火 现场只能用混乱 两个字形容 人们的基本需要 攻击它是一种兵器 加萨人道危机 随着以哈战火重启快速升温 南部的医院伤患不断涌入 联合国表示 目前加萨增加到80%的人流离失所 情况还在恶化 对于以色列开始加强南部的攻势 美国多次呼吁 保护平民 就担心北部的伤亡惨剧会在南部重演 美国议员也担忧双方仇恨扩大 只会酿成战略的失败 让以色列杀敌心切 华尔街日报报导 以色列军方已开始考虑水攻地道 把哈马斯成员逼上地面作战 这些新闻送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